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收看云南广播电视台都市频道春城创业会 今天有哪些录影项目呢 马上进入到我们的精彩的录影关节 我叫做周正 我是米达斯这个品牌的创始人 今天为大家带来的项目 是米达斯品牌的加盟与连锁 那我们公司呢是在这个2011年在北京注册成立的 同时也注册了商标 我们的爆米花金山雪 低糖 口味多 全部使用有机食材 价格还实惠 我们主要的思路就是以自建供应链为基础 然后通过直营加盟等各种各样的形式 把我们米达斯的品牌 推向给我们的终端消费者 那目前我们的生产中心的潜能 叫做生产潜力 可以支持到100家店这样的规模 其实我们一直有一个梦想 在中国现在每个影迷朋友都能吃上最好的爆米花 然后米达斯品牌 在全国受到消费者的广泛喜爱 最后成为爆米花界的星巴克 谢谢大家 我是米花哥 快问快答 要的就是那句在点儿上的话 看的就是你对项目市场的了解程度 准备 走 我不知道您在创业的时候 知不知道你的竞争对手有哪几家 我们从19年开始创业的时候 我们竞争对手一直在变 一开始叫台湾爆股 那是当时国内除了他们 我们是排在第二位的 15年对手是爆股糖 那目前我们的对手就是品牌化这个市场里边 目前总共有四个玩家 我们现在处在第三名 那么您在用户体验方面 如何来验证 我们说的不上火 不塞压 这样的一些好 优质 世界级 因为这些字眼在这个文案上都有 我想问的是 这些东西是咱们自己给自己的评价呢 还是用户体验来的 如何做的用户体验 实际上是用户给到我们的这样的反馈 对 因为我们做的这件事情 爆米花我们炒了七年 我们知道每颗好的爆米花 它是怎样生产出来的 到了用户的嘴里边 它如何能够打动客户 这个中端的渠道流这个问题 您刚才一直提到电影院的问题 就是说因为爆米花 它是一个比较单一的一个产品 如果是说你是自建店 或者加盟也好 如果一个店你只是卖爆米花的话 我认为这个成本是太高的 那就是说在你们这个模式当中 比如说依托电影院啊 或者是其他的这种 临时休闲食品的这种店的这种 模式或者摸索 有没有一些初步的结果 就是您刚才提到的是 我们特别重要的一个方向 就是跟院线的这个合作 中国整个的爆米花市场规模 是到今年为止是138亿 因为我们在国内是做最早的 那我们非常希望 有这种院线的资源 如果在座的导师 或者在座的专业朋友 有这样的资源可以推荐给我们 我非常希望跟他们合作 你刚才给大家感受的 这样一盒爆米花 它的市场售价多少 这一盒是13块8 这一桶吧 对 好的 好 谢谢 我要为大家带来 最好吃的爆米花 希望您吃我们的爆米花 越来越开心 谢谢您 如果您也准备走上创业之路 请关注我们的二维码 加入我们的春城创业会 我这边是云林探索的联合创始人 我们是一家户外体育旅游运营商 今天在现场的话 我也希望能邀请到各位老师 还有我们创业的小伙伴 然后包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能参与到我们亚林赛里面去 也就是我们第二届亚太地区商学院 热带雨林挑战赛 我觉得我们在热带雨林 可以做这样的一个赛事 也和我们的长马古道的一个精神 做一个结合 希望也能让商学院的朋友 还有我们其他大家的朋友 能体验我们云南的文化 体验我们云南人坚强的精神 前半段的分享感受到了 但是我有问题想问 在目前为止 你认为你们现在的这个项目 就是最有竞争力的地方在哪里 其实我觉得最有竞争力的东西 是我们为大家带来了欢乐 带来了快乐 让所有人去真正地 暂停一下 这里我想提醒一下 你们是学EMBA的 和其他的都不一样 你们更懂经营 更懂管理 更懂模式 而且的话呢 我觉得你们应该 认认真真地去调整一下 而不是因为我喜欢这个项目 而且是我们是考虑 整个项目怎么去运营 怎么长期地发展下去 可能是我们要认真真真 考虑的四季 对我们的意见 不好意思 丁老师 因为丁老师说的是 可能说是需要 快速地去做一些事情是吧 可能站在我的角度 我反而觉得你们应该在 这个阶段 我建议慢下来 因为从您刚刚讲的 这个核心竞争力 我觉得是看不到 有竞争力的 谢谢两位老师 其实我大概也听懂了 就是我们一是定位要转 要找准我们的位置 找准我们的方向 这才是最重要的 其实我觉得刚才 马尔士和丁老师 这个的 我用一个最浅显的话来说 我们杀猪要干嘛呢 磨刀 磨刀你要慢慢地磨 磨不好会搁着自己的 但刀磨快 要下刀的时候 你一定要快 好 就先苦练内功 但是要到市场上的时候 不能犹豫 斩钉截铁 然后我们是亚灵赛 我们为大家带来个宽乐 然后希望你们加入我们 一起快乐 创业之路上 您并不孤单 因为 有我 我是芸汐美学的创始人 赵金梅 16年我结束了我的 23年的传统服装行业 踏入了衣橱管理 以及形象管理 两个新兴和时尚的行业 我们通过我们的 形象管理 以及上门的整理和收纳 两项服务 为职业的忙碌的精英女性 精英男性 节省时间 节省空间 重新创造了美好的衣橱 以及美好的家居秩序 通过以上的专业技术 我有个问题 您的这个 就是有一个顾问 对吧 应该是这样 去到家里 帮忙去做 整理衣橱的这个事情 对吧 是的 那您怎么复制这个顾问 现在我们是 B端我们做培训 职业认证 衣橱管理师 以及这个形象管理师 然后C端呢 我们为客户做服务 这个的难点 就是在于 刚刚讲的 就是培训嘛 对吧 这个是我觉得 相对还是比较清晰的 就是你的商业模式 就是培训 培训完了以后 让大家能够就业 能够挣钱 但这个培训呢 因为现在语营上的 就是线上的 这些课程非常多 非常多 您跟这些线上的 这些包括日本 包括行动派都在做 您有什么核心的 这个竞争力 我的真正的优势是在意 因为我从事了 23年的传统服装行业 我更了解客户 那么这个时候 我是结合了 我是传统 接触客户的这一块 同时接触了 我接触的 这个量化美学体系 接触了深圳的美上美体系 把它和我的原有的经验 整合在一起 所以我这个是原创 美式实力 家世港湾 迎新美学 一年通过美的行动 为您的家庭 节省730个小时 去享受 诗和远方 谢谢 我是来自云南 人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讲解 我们这次参加 春城创业会的项目是 综合利用废弃果树皮 生产 酵素 洗护 系列产品的技术开发 目前我们公司的系列呢 产品系列已经有 家居 清洁系列 个人护理系列 和健康饮品系列 其实这个项目呢 我们今年 除了参加春城创业会以外 我们还参加了 范海洋番大学生创业项目 获得了4.6万元的资助 同时我们参加了 第六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 云南赛区的一个比赛 得到了云南赛区的一个三等奖 同时被云南省科技厅 推荐到入委第三届 中国创新创业大赛 新能源及节能环保行业的 一个全国总决赛的一个资格 我们希望呢 能够通过我们这个产品的展示 是真正为我们的环境 为我们的孩子 留下一条清澈的河流 谢谢 谢谢 你们现在是属于一个经销商吗 还是对产品的这个技术有研发 我们是一个生产商 我们是集研发生产销售 为一体的一个厂家 那这个技术的持有方是谁 技术的持有方 现在马来西亚那边 已经无偿转让给我们 由我们公司申请了16项专利 发明专利 我觉得你首要做的件事情是 尽快地把这些所有的产品的研发 和这些技术的全部转 不管是它赠送给你也好 怎么样好 全部归须你自己 然后完了以后呢 把这些技术能够把它夯实 这个才是你的核心竞争力 我觉得 谢谢老师 刚才您说的这个销售渠道 我们不只是线上 我们线下也还有 我们自己的话 还会有一个云南教宿的 一个微分销平台 同时的话线下我们有 遍布16个省份的经销商 代理商 他们也在当地建自己的 什么直音店 体验店 养生体验馆 在不停地帮助各个家庭 去做这样的认识 好 解释得非常好 实际上这个东西 对项目更有多时间 就不用解释了 因为你的项目 是比较完整的一个项目 从技术的源泉 谢谢老师 从专利的取得团队的建立 生产线的建立销售 这基本上是完整的 这点我不做任何怀疑 希望我们留给我们的孩子 一条清澈的河流 谢谢 如果您也准备走上创业之路 请关注我们的二维码 加入我们的春城创业会 我们的公司的话 是一家做工业循环水处理 解决工业循环水结构问题的 这样一家各科技公司 我们的采用自己独创的 一个核心技术呢 打造出来了三个亮点 第一的话 是突破了传统的物理法除构的 这样一个技术指标的一个障碍 把水质制适用指标呢 扩大了两倍 第二是一个持续稳定性的 对于除构 防救 还有杀菌灭枣的一个 稳定的效果运行保证 第三点的话 是无需外接电源 那么清洁 环保 绿色 无污染 而十九大之后 国家对于节能减排政策的进一步明确和落地 那公众还有社会对于绿色环保发展的这样一种需求 那在街上来我们身处于经济新状态下 企业对于投资回报的看重 对我们身处于这个行业呢提供了一种契机 谢谢分享 您这个项目的技术壁垒怎么样 技术壁垒的话是这样的 一个从竞争品上来看 它的一个竞品的话 现在来说在全国范围内呢 基本上是没有的 就有一些同类型的产品 但是它的一个 第一它的成本比我们较高 另外一块的话 它的处理效果没有我们较好 现在这个销售的难点在瓦里 工业市场它本身会具有一定的培育期 而且说工业市场的话 由于它有一定的进入壁垒 对于它的一个商务成本 还有它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认可度呢 会相对来说会比较困难 那您一个项目投入进去的 这个回收期有多长时间 具体到每一个项目的投资汇报期呢 可能是三个月到六个月不等 好 谢谢 我们是云南八和科技 我们立志用高科技的手段 来降低人类对于自然的一个污染 创业之路上您并不孤单 因为有我 我是昆明益生安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现在我们益生安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呢 跟宋明线 行电线 通海线达成异象 把三个线建成无农油释放线 用我们的这一个产品 替代农油这个植物保护剂 有问题 已经生产了吗 生产了 生产了多少量 现在我生产了三十多吨 已经有批号了吗 产品在公司 已经用上去了吗 我这个产品呢 已经在全国用了将近一百多万亩 您做这个事情呢 两个问题可能是非常重要的 一个呢就是对于团队的架构 第二个呢就是对市场的一种理解 我觉得在这两个问题上面 从看你的这个 你刚才的一个对答的表述 和这个文字资料来看 我觉得可能有承诺着一些 比较严重的一些缺陷 把蒋老师的事情翻译一下 实际就一句话就讲完了 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 不专业的事情自己不要干 OK 好 谢谢 今天我们的春城创业会 又为您展示了很多的创业项目 这个时候您有没有想激动了呢 想不想加入到我们的创业大军呢 请锁定我们的云南广播电视台 都市频道 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春城创业会 让我们一起走上创业大路